這就是中山北路,中山北路最古早的馬改變 淡水是後面更蓋的 紀念馬改,中南北路蓋的馬改變 阿町去馬改變,裡面有一個經驗館 馬改很要緊就是什麼 其實馬改不是只有團告 不是只有救人 淡水設一個街醫館 他也對英國請一個醫生來幫人家 那個醫生醫生也很好 那個醫生就是董哥的英國 鄰國啦,鄰國 鄰國,鄰國 鄰國也寫了很多醫生報告在英國的十字 也包括很多台灣的寄生床 但是馬改變得更重要是對夠用 就夠用 我們現在當局有一間真理大學 真理大學以前叫做淡水工商學院 淡水工商學院還以前 其實就是馬改變的牛津學堂 你去真理大學近台北有一棟建築 沒有紅棟的房子,在玩什麼Ox4 那就是牛津學堂 英國的牛津學堂 他要做一個牛津學堂在台灣 但是牛津學堂要注意 現在很有力量,他是台灣第一間給小孩子 蓋上的學校 清條的時代重男輕女嘛 小孩子不可以蓋上的 所以清條的時代沒有小孩子蓋上的 是馬改設牛津學堂要招收女學生 招收女學生 所以淡水女子中學 淡水中學 淡水現在有護專 現在還有馬接醫學院 還有真理大學 所以馬改對台灣的教育有很大的說明 有很大的說明 而且馬改選你不會教育 超過一百年 你就知道說他走多看就對了 那不是只有台北元氏而已 走到新中,苗烈,東平 走到宜蘭,走到華蓮 他都建立教育 他都爬身一直一直 這樣拚高拚高 所以整個北台灣的這個中學到華蓮 都是對馬改變的 所以他的狀況很大 是這個部隊 再來第三個 我說這些都是比較出名的 其實不出名的就是幾三十個 第三個就是 辣,辣醫生 因為他的名字叫藍什麼 辣醫生 辣醫生再來之後 我告訴他說 北部也有人在做,沒有人在做 沒有人去做 所以他就是去 中華台中 附近做他的醫療貪圖的工作 最後他就是設定 中華基督教病 中華基督教病 有哪有很感動人的故事 這就是辣醫生 辣醫生 這反正那時候開刀 這都他的學生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很多台灣孩子 對這些外國人在做醫療的工作 哪有醫生最出名的故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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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最早的中華基 這頂度就是在說哪有醫生 一個人出名的故事 有一天他看到有一個小孩 這個皮膚都暖子了 暖子就要剝皮嘛 要做皮膚移植 那是一代無人說皮膚啦 那要怎樣 你知道嗎 總把他摸的皮膚刮下來 這姨太太 把他摸的皮膚刮到來 補在這個小孩的生活中 因為 我現在在女兒 問我們的醫生 你會把你摸的皮膚刮到來 補在白癢生活中 你會把你摸的皮膚刮到來 你會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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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老師 我想要剝皮膚刮 我摸不可以剝皮膚刮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 那剝皮膚刮 不是只有醫生自己很痛不吃的 和太太也很方便 對嗎 對白癢要有幫忙的時候 和太太也有醫生 皮膚刮到來 後來 小孩的生活中 這是台灣人的醫療師 做什麼 叫做切膚之愛 切膚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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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就是 獎金青春而已 的一個故事 所以 如果醫生比獎法 人家都會把他當作給媽祖 因為 很疼笑 很疼笑 這台又沒有聲音 這就是 小蘭醫生 像剛才那個老蘭醫生 這個小蘭醫生 就是兒子 兒子 也是我老在中學做醫生 所以他別的兒子兩天 在中學 我給他差不多一百年 他要照顧台灣的外交 這就是我剛才說 有很多外國醫生 都在台灣這個地方 這個小蘭醫生 一個故事很簡單 小蘭醫生做到差不多 八十幾歲要退休 他就想說 要回到英國 還像中學的廣州人員 大家有五款 因為小蘭醫生 是在台灣出席的 在台灣做醫生 所以 其實他在英國 沒有退休金而已 他老爸和他都在台灣 住了一百年 所以大家 這些廣州人員 想說 他回到英國 沒有信任 大家有五款 兩三百萬的待遇 都要讓他回去做退休金 結果他把這些錢都關給中學 幾多到八年 他說我和我們老爸 很感謝上帝 讓我們有機會來台灣 訪憲一百年 照顧台灣的反正 我們覺得 每一項都沒有欠貴 生產很穩定 但是你要注意 他和他們老爸 兩個都做一定 那些薪水 是那些牧師的薪水 不是那些醫生的薪水 牧師的薪水 那些人比醫生還要繼續 因為他有牧師的新聞 沒有醫生的新聞 不過他說 我現在要離開台灣 我只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醫生 都覺得錢不夠錢 因為為什麼 他說我做營業 聽到我們的醫生 要處理開業 他說要給他打 他說 你是覺得便宜多不好 怎麼要處理開業 他說 台灣的醫生都會說 便宜很好 我們照顧 我便宜起來很好 但是 我就要賺比較多錢 我在家裡開業 因為我小朋友 家庭有這個需要 整個要賺比較多錢 所以處理開業 所以 這 哪一項都覺得奇怪 醫生都要給他 比較多薪水 他都覺得錢 他會台灣的醫生 都覺得錢不夠厭 這樣 我們就來去環境 想到台灣的醫生 都覺得錢不夠厭 他有一個外國醫生 爬到那裡 兩台 一個月而已 五六萬塊 都在過錢吃 他人家又經常拿錢 去幫忙散車 去吃 他人家剛才說 我沒有記事 不過台灣的醫生 一個月而已 三十多萬 還要太少 我如果他減五千塊 好 避免 差不多要得到 要給他肚子 好 你知道嗎 像我台灣的醫生 都跟我們錢不夠厭 我們的醫藥 夠厭 其實 也是很多 那些環境的地方 我當時 那天天想說 最後 台灣的醫生五十 為什麼你知道嗎 醫生如果會五十 就去結婚 醫生讓他去設計電車 讓他去做土居工 讓他去做那個 集結隊員 他就知道要結婚 台灣的醫生 如果要結婚 台灣比較有求 對不對 都討好 都 科學都第一名 電科 每個人都第一計劃 這一定 如果不結婚 台灣要怎麼有求 所以最後 醫生五十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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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說想要做法 台灣倒楣了 好啦 那一百丁 台灣還給日本人 日本人要來故事也很多 我們記得 台灣一百百年 日本人要來的時候 台灣人有做一個民主國嗎 有啊 民主國說要提供日本人 不過 要帶台灣都沒辦法 沒辦法照料 照料之後 存在台灣的民主 帝國倒菜兜 就要向日本兵打遊籍戰 因為 如果沒有正規矩嘛 請到那些官員走啊 大家選啊 我們這個民主沒有組織 還沒有武器 那日本軍是什麼軍 日本軍是那個時代阿州最強的軍隊 你不要看一看 因為日本打而已 完成了 日本又打而已 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時 日本又把蘇聯打倒了 日本比當時最強的國家 所以 日本派來的政規軍 七萬六千的 隊隊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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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北海岸 隊隊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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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隊頂了 隊隊頂了 貴家的給我們相處堰華富貴 貴家的一本時來就相處堰華富貴了 因為他就是帶一本兵進大白山 那你換國民黨啦 他要帶國民黨 所以 不關什麼政權 他都在有名華富貴了 所以喔 台灣人如果沒有自己了解自己的歷史是很悲哀的 現在這個沒話說 現在說 結果日本邊一起來 向台灣人去修正 戰死幾個 戰死一百幾個而已 就像五百幾個 不去打架四個咧 一起來死四千幾個 日本人怕死 為什麼會打架四這麼多 就一遍麻煩就死幾三平 一遍後亂鼠疫就死幾三平 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軍隊都是重町 都是身體重町的 年輕者 結果就不懂 四四千幾個以後 日本人抓到 因為要送上去就業 兩百幾個 一天都出了幾千個 一天都出了幾千個 日本人那時候又沒有便宜 要怎麼辦 還用送上去日本 日本人怕死 原來李鋒昌在說的 台灣不是人住的地方 男無情女無義 對不對 娘不娛娛不相 那個地方是怎麼住人 那時候日本人跟我說 夭壽 原來李鋒昌在說的 是說 日本人不適合日本人住 你去那裡要拉穿我 你知道嗎 結果日本政府要怎麼 你們知道嗎 日本國會中 正式提案說 要把台灣賣掉 說這塊也要這塊也要 這塊也要 這樣這塊也要多四千 你知道嗎 派平仔去 台灣人也不認識 現在也掃到 掃到掃到掃到 掃到掃到掃到 不知道嗎 日本人提案 他不是怎麼 派平事也是建事業的四十倍 所以日本人正式在國會提案 說 要把台灣賣掉 你怎麼賣掉 你知道嗎 法國 法國 你們的記憶 日本人還沒降台灣以前 法國人也在消息 所以法國人派出兵來到 既然的外面 千塊也跟法國打一招 那是說 清化戰爭 清化戰爭 千塊打贏 那一招是流民船 流民船打贏 把法國人跟法國人掛造 所以法國也很不敢 聽著說一本要賣 法國人痛苦 你知道嗎 出價出多少你知道嗎 那東西的一票一億 那時候實在說 如果被保護法國就好了 那時候都不一樣 對嗎 那時候被保護法國 欸 不是說我們阿公會說法國 很浪漫啦 主要就是說那時候被保護法國 你自己想去台灣撿什麼 沒有啦 台灣撞掉了啦 台灣早就撞掉了啦 你自己想 日本人如果不被法國人 法國人通在台灣 不夠有一次戰爭 所有後裏國家的殖民地 都都董立嘛 印尼本來就是法國的殖民地 越南本來就是法國的殖民地 董立嘛 新加坡本來是英國的 馬來西亞是英國的 印度是英國的 二次戰後 後裏的國家在福利區位 所有的殖民地都都董立 全人的殖民地也都董立 所以你如果說那時候 台灣是由法國 他在政府董立嘛 沒有人還在說台灣是中國的一國文 那裡賺錢 真是多 為什麼要怎麼賣給我 他們說是為什麼要賣給我 沒有人要賺錢 那時候台灣民主國的賺錢 大家都賺錢 那時候賺錢 都賺錢 那時候賺錢 那時候為什麼不賣給我 那時候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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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讓這個儀先生害到了 所以儀先生常常改變台灣的面貌 這個儀先生就是一個日本國民意 叫做厚藤新平 厚藤新平在台灣的市場 是一個很重要的政府 他那時候就是對日本軍隊來到台灣 要賺錢台灣的市場 他就想說 哇 台灣的團隊賺那麼厲害 所以 聽到說 講話要把台灣賺錢 他從上書 一本政府 他拿出一個 口號叫做什麼 他說 我們要賺台灣 都要有生物學的統治 不是 無力的統治 他說 台灣沒有什麼無力的統治 無力的統治 派什麼路由 派醫生 派公共衛生的專家 派傳染病的專家來就好了 那叫做生物學的統治 生物學的統治 結果沒有什麼 連方政府政府 竟然採納他的意見 這樣就好 你怎麼說 這樣就派你去 從任命厚藤新平 做台灣的民政長官 你要注意 民政長官就是怕的行政議員 因為 帶軍隊來 請台灣的叫做總督 總督就是怕的總統 所以我們這樣是總統府 我們現在的總統府 以前是本來的總統府 但是總統是軍人 所有的內政 就是高皇民政長官 就是怕的行政議員 結果說 任命厚藤新平做行政議員 厚藤新平做很多事情 但是什麼都好 一定要做什麼 他雖然開一間便宜 因為他說 一直要把環節桑都去日本 這不是一樣的 所以開一間便宜 那間便宜 開始叫做大台北病院 大台北病院 就是要退一部人看病 還不是要退台灣人看病 只有這裡的日本 兵和這裡的一部官員 就很難看 看病就是大台北病院看病 大台北病院就是怕台大醫院 就是怕台大醫院 大台北病院一室而已 再來第二件事就是說 要去避免醫生嘛 因為 當然大台北病院一開始就是 幾一本叫醫生來 叫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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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整間便宜都一本人 那一本人都沒有 但是當然後來身邊有信 就說 你沒避免醫生也不行 因為當時看病 大台北病院沒有這麼說 你是惡種國民 所以總理大台北病院 互射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叫做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 佩養台灣的人做醫生 但是他叫做台灣土人 因為日本人是統治者 他是殖民者嘛 他說你這都是土人 你看 他想說那時候台灣都沒有住民 還是北部造型 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 不過這間台灣土人醫師養成所 就是今天台大醫生的 所以我經常說 啊 哭到台台沒什麼了不起 土人醫師而已 不是啦 土人醫師養成所 告訴他該做總督醫學校 你看注意喔 總督醫學校1899耶 啊1895 然後 1896就設大台北病院堂 土人醫師養成所 土人醫師養成所 沒三年後 他可能想說 那一年後 他可能要做總督醫學校 那總督醫學校 那總督醫學校 那要做儀專 那儀專 那儀專就比較避充 第一說就要儀藝 這就是給我們台大的情社 給我們台大的情社 那所以 土人醫師養成所 三年而已啦 那拍子要下載 因為下載我們也覺得很好儀儀 那土人醫師養成所 就能動作什麼土人的病 不過這就是 一般人一開始 厚人心病就是這樣附的 本來他 他雖然對一般調一筆 公共衛生專家 這個傳染病的專家 做什麼 他做台灣的傳染病調查 馬雄調查 展開這個傳染病的撲滅 厚人心病的貢獻很大就是 他還做人口調查 我剛才說 清廟不知道人有多少錢 他還沒有錢 但是厚人心病就是 第一例 他台灣做最高調查的 所以厚人心病一直調查 台灣就是三百幾萬人 剛才告訴我 三百幾萬人 清廟最好 台灣都是三百幾萬人 這是厚人心病的調查 厚人心病又做什麼 台灣的土地調查 到底台灣有什麼土地 清廟都沒出來了 就是日本政府厚人心病開始 所以厚人心病這個人是一個很可憐 他想過很好的醫療分別 所以他對人口土地 因為這樣他才有辦法去變預算 你一個政府要施政 有多少人口 有多少土地 沒有你要做你的施政計劃 所以厚人心病是用以後的角度 去給你這個政府 但是你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民政長官 所以他在臺灣做民政長官的任內 臺灣苦為本性 所有現代化的基礎都在他的手裡 亂生 所以不是他也夠用而已 其實他 這就是那個東西 這就是台大醫學的路 中山南路 這條仁愛路 這就是在台大醫學 醫學醫學博物館 還留下來 就是這棟建長官 最重要就是這棟大臺灣病院 這就是台大醫院族的 這棟建長官 現在叫做厚人家 這棟建長沒有一百幾年前 這棟建長起這個建長好 那就是當人家最漂亮的病 當人家最漂亮的病 所以厚人心病這個人雄才大略 一開始他就說 他要把台灣建設做全當人家最好的 這個所謂 所以他叫來醫生都是一本最好的醫生 他去的病院 他們日本的病院都比較漂亮 你今天去看日本的 中國大學 你說當代啦 北海道啦 什麼行道啦 沒有台大的漂亮 如果一百年前 台大比他們更漂亮 他就是做很好的建設的基礎 而且 你看那時候這種的建長 這是百幾年前 百幾年前 好的人心病這個人 到那裡創下你知道嗎 這個人到那裡在台灣 因為治理力很成功 所以日本政府把它創用 日本人怕日厄戰爭之前 像獎領黨魄 獎領黨魄的是 後人心病都掉去黨魄 做鐵道總裁 鐵道總裁要做什麼 他去保持玻璃拿去 你要用修年修建 冰天雪地 你這個後勤的土地 你如果沒有鐵路 你沸泥沒辦法太多 冰天雪地裡面你去看 這個人很厲害 他去保持玻璃拿去 之後一本就要訪這個日厄戰爭 日厄戰爭打贏 後人心病又被調動一部分 做交通大臣 交通大臣就是普通沒力 他做交通大臣 之後他差一點做修修 他的政黨比這個阻隔輸掉 輸掉 輸掉他從出來檢栓上 他做黨驗建 所以後人心病做過黨驗堂的設定 黨驗堂的設定 所以你有說他在日本 是一個第一日的政治 做過很多重要的政府 後來 唯一一個日本的總統 如果要來台灣就職 都會去拜訪 因為日本是大臣 是元老 都會說 我現在要去台灣做總統 不知道你有什麼建議 後人心病有說幾句很重要 他說要通到台灣 很簡單 因為台灣人 愛錢怕死 還愛民主 他說要通到台灣 你接對台灣人這三個酒店 你就 都是獨特 愛錢怕死 這是一個日本醫生 對台灣民族的金融 我不知道這個金融你們覺得有問題 還有幾個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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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 我們就把我們金融出來 說我們這個民族愛錢怕死 還愛錢 我們今天在兩年 我看這樣 他就說 我們自己的金融是什麼 有辦法跳出這個金融嗎 這是一個 讓我們 心情感到很矛盾 不知道要怎麼形容 就在這裡 一方面 他對台灣的現代化 有很重要的說話 台灣的便衣 台灣的衣服 台灣的鐵路 什麼 地下水道 台灣的渡市價位 台灣的傳染 變得下去的酒店 摸起來 不過一方面 他對台灣的情況 很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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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年 國民黨人也是教育的支持在做 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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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就好 驚訝 要錢 要錢 或以往 他們 要錢 要錢 第二週 就會被ünd 有一 Brad 日本人都沒有高層 國民黨人也錢 唯一 因為他寄黨是在在在日本上看 那現在仁義式就要 我們的醫生用到客人試試試看 試試看就試試了 去大台北比例試試 沒有啦 你這個統工醫師 在日本怎麼給你看牌 我是統工醫者 你是佩禍殖民的惡毒國民 你的醫生也不能給我看牌 不是你看 所以他都要給我們的 醫生的結局的時候 同時去捷一件便宜叫做次數醫院 41月你顧名思義就是洪室日會的便宜 這就是一間平民一月 這就是要跟台灣人看平的便宜 要讓我們要先試試的所長 所以這間便宜對我們很重要 就是說這是台灣第一間 我們的總統會以後比較先要試試的便宜 這間便宜在哪裡 現在的中間便宜 不是 那個地點是什麼 就是給我們警符門門口 然後過去國民黨中東部 你記得嗎 國民黨中東部現在變成什麼 張榮發基金會 沒有錯 國民黨中東部 國民黨接收後就是從這間刺濕醫院 刷進市立中心醫院 台北的市立中心醫院 結果這間刺濕醫院 國民黨站進去做中東部 就是要總統府遙遙相望 那時候總統府看出來 政府門頭上就是中央黨部 這個中央黨部就是交到後面 做指定的時 國民黨把他翻起來上去 去做大樓 去做大樓之後 聽說啦 國民黨洪水壯排下來 本來是20年一本書 排下來後國民黨中東都沒有 去百貨桌 我們用那邊賣到張榮發了 所以後面不知道是不是有高人指示 說那邊賣到張榮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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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騎到台灣人那邊賣到 我是以前說 這間鞭魚應該要賣到 無理不賣到 這就是我們的國基啊 這就是我們的國基 就告訴我 國基金那邊賣到 日本人這邊賣到 也賣到 就是我們台灣人 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才能賣到 這就是台灣人 最早開始看別人的地方 結果他也賣到 這總統府的第一位合併 這都日本人 這第二位合併 第三位合併 不過這位合併很重要 這個高木有茲 他不是他做以前的 他從來沒有做以後的合併 他做什麼 他做台電書社會社的社長 就是去台電的黨主兵 日本時代就是 開始與台灣破電落 這個人是最重要的說憲章 他關燈水口就是他去的 水利滑電就要開始 你現在去台灣 所謂高山、北山 都有發見很多電波條 是木頭的 炸的電波條 那都他知道的就對了 都他炸的就對了 所以他是給台灣的電 我們的發電 最重要的一個貢獻者 尤其是他叫什麼 尤其是他叫台電 所以尤其是我們在台電就很利用了 我們現在的台電 很差勁 說起來 是差勁很多的 這幾位合併 因為他都對台灣的學生很疲憂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在講台語 我們稍微是 如果在學校說什麼 講國語就在處理 叫你不能說方言 對 但是如果一般市場的公義是什麼 是一般會 是一般會 所以 我們的學生 在學校 公職員就要 一般政府也是在處理 所以國民黨政府和一般政府都一樣 這個都外來的嘛 所以他就是要叫你公義的位 但是這裡的一般人的候定 他很疼學生 一般政府在處理 他都會去把學生報出來 他說 不要把這個學生 所以這個學生裡面到香港一般人很出名的 像居民事業 居民事業 居民事業也是 總統府以後的學生 他都抓在關於的時候 這個學生都會在那裡看 好 所以這幾個學生是算 有用心的一般人的學生 別別 要說到 這個 這個 土聰明的故事就是 總統府以後 台灣小孩去擋車 因為你要注意 那時候的台灣小孩 是修法畢業就剛才有了 因為那時候台灣就沒有收拾嗎 沒有收拾嗎 小學而已嘛 日本人一起來就先小學 小學叫做國語學校 國語學校就叫你學一技 叫你學一技 小學畢業 總督府醫學校就是最高學位 所以我們以前的其他的前步 是收拾比拼就投養 那養他投幾年 總督府醫學校投幾年 沒有啦 那是土人醫師 他做三年 總督府醫學校投五年 算比較好一段 但是有投五年也 高中還沒比拼 對不對 小學畢業投五年 如果照進說是高級就比拼 比拼中還就做醫生了 所以我進去養醫上 我都跟外學說 你媽這樣哭一哭 又在那裡肚子 又在那裡吃東西 台學生 如果日本人都大醫師 他不是台學生 對不對 高級出來就在做醫生 拜託你 中尉水也是這樣 土聰明也是這樣 你再想看看 土聰明總督府醫學 比起來 他想要留著 因為他要做研究 結果他要去日本留著 因為台灣沒有台海 那時候沒有研究所 那你要去日本留著研究所 我 日本的研究所是台海比較先在那裡 因為日本本身小學畢業還有中學 還有高校 還有高校 台海比較大研究所 所以日本的研究所 大家聽到說 台灣的總統委員 比較先要留著 他這麼受嗎 沒有人要這麼受嘛 你這個體育都沒有夠嘛 你都沒有在台海 高校都沒有被檢 你是要去留我的研究所 所以沒有人要收耶 那就是我們剛才說 這些校長 因為他們都是日本高校 他們有一些同學 在日本的台海裡面在做高校 他們就一直撒嬌 他們的動作說 我這個比較先很優秀 是不是給他們一個機會試試看 一直吹吹吹吹吹到那裡 走到八台 有一個高校 那個高校 好啦好啦 有一個測試試試看 藝人考定就這樣說 要給大研究所 結果有時候說 大研究所 他以後那一本的台海 比較先做大研究所 他算第一名 第一名啦 第一名就問出來 也寫了 日本到時候開始討論 到底是要報仇學位給他 還要給他一個報仇學位 所以 風洞專一本 不是風洞專台灣而已 因為大研究所名 是台灣第一個報仇 不管什麼領域 沒有人有機會報仇 他是第一名的報仇 也是第一名報仇 也是第一名報仇 他拿到這個報仇 當然全台灣報仇 但是全台灣報仇 沒遺憾 是全日本報仇 好 日本人說 夭壽 怎麼是一個 是民地的高校 高校就沒有便宜 結果來到我們這裡 所以討論我們的台海 比較少 沒有 所以日本人 台灣對大研究的 是很快樂的 我們要知道 日本人有優越感 統計家都有優越感 他覺得這是二等國文 日本時代 台灣有一個很優秀的人 叫做江文野 沒聽過嗎? 台北都沒聽過 因為我就說我們對臺灣輸入人就沒比較 臺灣最優秀的人家就是江戶爺 江戶爺 江戶爺也是黨最三隻的 日本時代他去日本 讀他們的行為參加日本的作曲比賽 第一名 日本人不願意給他第一名 怎麼知道 我全日本沒有一個名字開玩笑 所以第一名從缺 第二名江戶爺 所以我們在說日本 我剛才很了解 不願意給你第一名 不願意給你第三名 第二名 江戶爺每一片全日本的作曲比賽 都是第一名 第一名 但是 日本人生贏 讀出名是第一名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江戶爺的故事 是怎麼證明說 贏贏日本人 日本人得國很好 你怎麼知道 二次大戰 贏農的事 我問你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是 中國在西特洛的時代 版過柏林奧運 那時候當成了 奧運會是在柏林的 奧運會要辦的是 中國鄉全世界徵求作曲比賽 結果江戶爺的世界第一名 日本的作曲是拚輸人的 那時候一般人不得不承認說 這個台灣人比他更優勢 江戶爺的樂曲在柏林奧運演奏 台灣人沒人知道這路歷史 在那個時代 台灣人已經在世界 英國拜 出道歷史 為什麼大家不在柏林奧運 因為柏林奧運也不在柏林奧運 他跟我們在柏林奧運 他跟他刺激 所以柏林奧運的離學後 他沒回來台灣 因為台灣還要去柏林奧運 所以柏林奧運的走在哪裡 走去中國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名字 的美狗 像說中國是做國 既然柏林奧運氣有台灣人 好 我要來做國 結果他去北京 台北的做到時候 不是文革的時代 很有錯 你是臺灣人 你就是日本人的糟糕 中國人這麼大聲音 抓到他的扭盆 他所有作曲的作品都收拾 所以你看 臺灣人的名文就是這樣 一個很優秀的臺灣人的平革家 臺灣人不賣利 日本人不勝利 中國人也不勝利 中國人不勝利 中國人不勝利 這個世界上就是人才中目的 所以我們要跟著歷史 我們自己就要把這個名字握出來 握出來 但是我現在說到 當中民國人回來 總統會以後 他在做教室 日本人不敢做 因為總統會以後 全部都日本人會教室 不關於臺灣人 教室會要投票 要聘一個新教授 跟我們現在一樣 教評會投票 不通過耶 因為所有人不教室 這局就我們比較少 高中都沒有比較 現在要做教室 要跟我們平起平做 大家怎麼會一樣 投票沒過 結果這個學長又出來說話 這個學長說 他都比你們比較優秀 你們如果沒有給他做教室 那如果說我們歧視台灣人 這樣很好 我沒有教室會的北京 又沒有給他做副教室 同樣 總統會跟總統會做副教室 但是當中民他沒有漏氣 副教室就副教室 他副藥理學的教室 他培養四十四的醫療教室 台灣的醫療教室 只副教室的藥理教室 培養四十四的醫療教室 日本人其實學生都知道 董聰明比英國大陸 所以教室要董聰明做日本藥理學會的理事長 不是台灣藥理學會 那台灣藥理學會沒遺憾 他就拿到台灣藥教室 你才敢不做 但是要做日本的藥理學會理事長 日本藥理學會幾千人 大家藥教室幾三拼 你承認說你董聰明有自己做他們學會的理事長 那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日本人這一口氣吞著下 就說他承認董聰明實在是比他比較優勢 他沒有人夠 所以董聰明是我們台灣人 一個很重要的醫學會的大政部 董聰明也是三支 所以三支很注意 你要注意 那裡有李政緯有江文爺有杜聰明 所以你去到那裡比較小一點 我就說 這他做台台第一日沒遺憾 這不是 因為 日本時代 他是 他為他一個台北六九十萬 最多日本都走完 他就接訓台大醫學院 還有台大醫院 他都是第一日 所以 日本人走後 國民黨來五六年就發生二八十五年 我剛才說 一二八十五年這個人會給台路 那時候台灣他是最出名的人物 但他叫做董聰明 你就知道他真聰明 走去美 走去美 美到國民黨找不到 但是國民黨找不到 當然台大醫學院長也不去 那他已經瘋了 他已經瘋了 所以國民黨就證明一個外星 做台大醫學院長 我剛才問他一直比美到當時還要做什麼 美到陳怡在幾代 換衛道明 衛道明洪派來接陳怡 一個台灣人的人家 一個學者 他提醒了 就是 在日本時代 總統委會合的學生 都換衛道明 是 杜聰明其實也是很換衛道明 因為這有一個故事 我們剛才說蔣衛水 蔣衛水和杜聰明就是同學 他們在讀總統委會合的時候 孫良山在中國結婚 還是你們去的孫良山結婚到一個階段 袁世凱 陳帝 孫良山退 結果這位總統委會合的 他身心天真 想說要去刺殺袁世凱 要替孫良山出一口碗就對了 派上去 派杜聰明去 不是叫他爬狗爬青 杜聰明講 做懶求 所以就培養霍亂俊 拿霍亂俊說要去把袁世凱的水源 要把袁世凱逃死就對了 派杜聰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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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另外一個同學 叫做翁聚明 兩個人去到北京 去袁世凱大的地方 一直在找看他的水桃裡 袁世凱大的地方 袁世凱大的地方 哪有可能讓你我去 旁邊都有人在顧 看說這兩個狗子 圍圍碎碎碎的 你知道嗎 就來探查 他還要剩一條鏡拼 刺殺公園是不成的 但是後來去跟報復的人 就是去跟郭民黨說這條故事 那種是他最想去刺殺袁世凱 他就是很像郭民黨的 你要拿來抬 這不對 不可以 還要跟他報床 報床之後就對郭民黨很失望 因為他的好朋友都會給他去台 那時候他在做台台的 他人已經 但是文學院的院長就是林茂生 林茂生 知道嗎 也很多人沒有 我們這臺灣書 不知道要對多大器 日本是來轉臺灣 兩個小小小的人 一個叫做道聰明 一個叫做林茂生 林茂生是台人 他跟郭民黨 郭民黨後 他跟郭民黨後 去日本 他跟郭民黨後 郭民黨後 有去美國 郭民黨後 所以林茂生是台灣人 第一人美國的特殊 都說明是第一人日本特殊 林茂生比他更難特殊 不過林茂生是第一人美國的特殊 他去郭民黨後 林茂生的老師叫杜威 這就有出名 杜威是美國最出名 杜威會比較有兩位 一個叫林茂生 一個叫胡適 胡適 胡適是林茂生做的特殊 但是林茂生比胡適更優秀 結果胡適回到中國 受重用了 做北京台北的校兵 各位要武士運動 各位要胡適做駐美大使 但是林茂生回來 林茂生回來 林茂生一台 林茂生回到台灣後 先回去台南 工學院 就是現在生態 做教育 做教育之後 後次戰後 接受台大醫學院後 他做第一名台大文學院院長 補聰明在做養姻 林茂生做文學院院長 二百發生的時候 人們都叫他走去美 因為這是台灣人 本時代人的秀才 想要討論這些人 叫做做聰明 我就說他聰明 他這隻美的 他知道說這個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 真阿伯的 但是林茂生很丟臉 人家叫他走去 他講說 我做不到的事情 我學什麼 他不去美 結果不去美 立足 失蹤 他怕為止 沒人知道林茂生是死的 沒人知道他死的 他死的 沒人知道他死的 他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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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母親的好生 是當時 第一名的精神科主要 叫做林總議 這不是國際職業者 林總議就是 道聰明 做養姻一定是 林總議在東京台北 做一年五月的時候 道聰明跟他叫他 做台大精神科的主義 結果 人家發生他老闆後 當然就到處找他老闆 他那時候 他的身分 你看他是台大精神科的教授 第一名主義 他拜託台大的引頂 拜託醫學院的引頂 拜託台大的校長 這樣到處問 沒有一個人 我都跟他回答說 是誰後來 拚到他 所以 林總議都要對這個政權很失望 所以各位林總議在台大 在國際上 他做老闆HO的國文 那個時候 台灣人還在老闆HO 老闆HO的國文 全世界百幾個國家去做國文 他就要回來了 因為他覺得說 國民都沒辦法交代說 他們老闆 到底是死的 當然是死的 所以 四十年 不把他們老闆做記錄 因為 不知道記錄是誰 1987年 我要平衡 二十八的事 我去東福 找林老闆 我林老闆 回到台灣 所以要拚這個事情 要求國民黨做協會秀 結果林總議跟我說 我如果要去台灣 我只要一個條件 我會公開記錄我老闆 因為他們老闆 四十年 從來沒人拿過林老闆 所以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去找 多人到處的 翁秀宮 翁秀宮 我說 拜託你在多人到處 辦一個林老闆的追思禮 所以在北半年 就是我平安禮拜第一年 我在多人到處辦 林老闆的追思禮 那時候林總議到處辦 一個國際性的學者 在全世界的教育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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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人 在這裡 林總議在做 如果要去問問的時候 中國也贏了 中國贏了 要他通前 他一路危機 中國派人大委員會 的委員長 叫廖承治 廖承治的老闆就是廖仲凱 那也是國民黨裡面的大懶惰 廖承治來叫林總議 跟林總議說 歡迎回到中國 林總議說 我的中國是台灣 我是來為國訪問 廖承治電視局的說 國民黨台西你們老闆 國民黨也台西我們老闆 所以國民黨是我們共同的地方 因為廖仲凱到國民黨裡面 這也是由雲凱凱到暗殺 雲凱凱要去人 暗殺很多人 暗殺國民黨裡面 很多大老都去台 所以廖承治理 林總議說 國民黨台西你們老闆 也台西我們老闆 這是我們共同的地方 林總議跟他硬說 國民黨台西我們老闆 也台西你們老闆 這是蘇醒 和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不能混亂一堂 我和你沒有什麼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的歐吉 比台人受到好他們的交流 他教這個 現在的台灣的歐吉 沒有一點不足 如果我叫我好勵一下 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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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綜明因為綜藝去 所以一條名是佈來的 民國綜藝很失落 所以他以為台大廖 他教你懂 他從早去高雄創辦高雄 所以他就是我們國綜藝的創效 他一直就想說 對這個政府失望 所以說我扮一間蘇立好 蘇立好 蘇立好我又比董你會比較好 他說全世界優秀的都是蘇立好 哈佛也是蘇立的 斯坦佛也是蘇立的 建橋牛津也是蘇立的 國綜藝要做世界優秀的台下 不過真見一下 到今天國綜藝也不是優秀的台下 我們是國綜藝比較先 我經常說國綜藝比較先 我們國綜藝已經四五十年了 那幾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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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一個對賭雄明的地方 一台不留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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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那一組 他就是這個鄉親鳳子 當然 外表的故事很重要 沒辦法再說 不過 他臺灣的議員告訴他 有很重要的幾個說明 就是說 他的研究 都是本土研究 他在那個研究 有什麼 蛇徒 所以臺灣的這個 台大藥理學教授 是全世界蛇徒研究的第一名 這個土研究之後 有立定完 還不來的 都是中文名的院士 都是蛇徒研究 這個藥物毒 藥理學 毒物學 神經毒 血管毒 這從土研究 到來的基礎 他第二的研究 就是 蛇徒 清朝的是 當然台灣人都有在吃蛇徒 到一般時代有吃蛇徒 也有 一般政府也很想 他設一個鴉片狀賣區 就是說我民間不可以買蛇徒 你如果要吃蛇徒 你都要加上去 要給蛇徒 想什麼 蛇徒很好賺 所以透過這個鴉片磚賣區 賺很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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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賺的錢 才會做建設 不過 台灣人 當然 會控制 什麼人去控制 九尉水 九尉水 做出台灣民眾黨的事件 打電不去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就是聯合國的前身 說 日本政府在賣阿平 獨海台灣人的健康 國際聯盟就派人來調查 這個日本政府很沒民主 因為這個文明的政府 哪有可能政府在賣賭拚 所以 日本政府要什麼 金教杜索明 成立一個叫做更生院 這個更生院就是 中國介製鴉片的機構 所以他們兩個同樣 一個跟日本政府吐槽 一個日本政府說 拜託你快點 把這些吃阿平的人叫來治療 就說明為了要治療 這個吃阿平的人 所以他們就去 整個包包 對這個尿液 就能檢測 你不吃毒品 因為吃毒的人 他不會生病 但是檢查酒不知道 檢查酒可以檢測毒品 全世界都在營 你看那個運動選手 有吃那個危機的藥品嗎 這樣年輕人去搖頭店 什麼都在吃搖頭網 檢查酒 檢查酒 嚴酒 所以 對尿液 檢測鴉片 這是多重的療法 這也是很療不器的 一個科學生的神經 多重的第三項 就是 研究操藥案 他覺得說 漢病裡面 操藥有很多無人的蜜 但是 漢沒有那個口號的原因 所以 他用台大藥理學教師 他每一個學生 如果要對他做論文 都會寫一名 超優惡的問題 所以 他保養那四十幾個口號 大家對超優惡都不瞭解 所以這就是說 他對台灣的這個 溫透的 影響的發展 有很重的 也會說 當然 他說台大的美學生 國異的美學生 他都會生 所以 他台灣的藥學教師 他說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他的資歷 這他的草稿 他自己嚇一跳 我剛才公共政府議員 這也是中國議員 有一個很重要的 他一般時代 香港一般人 最初有經兵我們的議員 就是政府議員 政府議員 政府議員組織 大陸文化學位 全民憑黨 他全台灣 反過六百年 這個文化工廠 所以政府議員 一般部隊 那一種就是台灣民國 所以我現在的 我感覺部隊就是 這個民國 就是要跟他接受 這個 我們對日本時代 這個環境的情形 要跟他影響 就因為他 所以 進口時 大概三十九歲 就因為他也造成政黨 他的黨叫做 台灣民眾黨 所以我們台灣人 第一的政黨 是台灣民眾黨 你不可以問他 是民進黨 民進黨是很厚的 民眾黨 在一九二兩年代 就出來了 那個時候就要求 議會的主題 要求我們主委 要求政黨 做黨 很多事情都在日本時代 就在留下 這位所以神智 努港運動 農民運動 核生運動 他都在留下 那時候台灣有公有總民盟 不是只有江會的總民盟 四百歲的江會 農民運動 也是他在帶頭 核生運動 也是他在帶頭 所以他在日本時代 是一個最大的 有允許 控制的議事 所以日本人 突然 聽不出他 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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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家常變態 但是 很可惜 九歲三十九歲 就是 他死的是 大眾戰 就是說 台灣人出來 上手 五千人 上手 那是在日本監察 他在監視之下 還有五千人出來上手 我們就知道 他在那個時代的 這個影響 那蘭浩也是他們的同學 蘭浩是 日本是來台灣 鄉長的作家 他用白髮文寫作 我們要注意 日本是來 沒特約白髮文 我們台灣人是 日本到處 是討一文 你如果要有漢文 你就要自己記那個詩詩 討那個人基礎 他說 那是古典漢文 他不是現在的白髮文 所以蘭浩是 我們不太太太白髮文的套用 但是 他看那一尊 胡適 剛才說的 胡適 他們當中國 開始在驅動白髮文的運動 蘭浩開始在台灣 用白髮文寫作 你去拿大陸的師 托蘭浩的師 他想要比胡適更好嗎